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互联网产品思维与建站诺迪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二叔 这几课我们来讲一下如何选择适合你的域名 那么域名从形式上来讲的话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产品关键词的域名 第二种的话就是品牌词的域名 第三种的话就是品牌加产品词的域名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那就是产品关键词域名 这种域名的特征就是我们的客户联想度比较高 然后与我们的目标产品更接近 第二种的话就是品牌词的域名 那么它就有一个个性化辨识度高的一个特征 然后这种形式的域名的话 它后期的话就不限品类 第三种的话就是品牌加产品词的域名 这种的话个性化和辨识度都一般 然后客户联想度也比较高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这三种域名类型 它的这个优缺点 那么第一种的话品牌词域名 它的联想度的话它就不高 那比如说像二叔的touncle.com 这种的话它是没有联想度的 那么你如果没有看过二叔的视频也好 写过的文章也好 那别人跟你说touncle.com 那你是联想不到任何东西的 但是的话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辨识度很高 touncle.com 它比较容易记住 而且的话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后期可以拓展品类 它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说touncle.com之前的话 大部分内容都是谷歌广告 那么后面二叔再加这个建站的内容上去 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那么域名是否很长呢 它也是不长的 因为它是比较有个性化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确定这个域名的长度 同时呢 用户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可以去输入了 touncle.com 然后用户一下子就输入了 那么产品关键词域名的联想度呢 它的联想度就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我是做谷歌广告投放的 那我要做一个联想度非常高的 这个域名的话 那就是google ads.com 如果是这个域名能注册的话 那大家一听这个google ads.com 那肯定大家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域名是干什么的 但是辨识度高不高呢 它不一定 基本上情况是不太高的 因为如果是你的产品关键词的话 比较短还好一些 那基本上大家做2B的这个产品关键词都非常长 所以的话它的辨识度也不高 那么后期是否能拓展品类呢 它也是否的啊 因为因为你看我们如果是注册了一个google ads.com 那我们后面再在这个域名里面做Facebook的内容啊 Facebook广告的内容或者是领音的内容啊 这样加上去的话 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网站不是很专业了 所以这也是这个产品关键词域名它的一个缺点 那域名是否很长呢 通常情况下那都是比较长的 除非是你的这个产品 它比较简短 这样的话你有机会拿到一个很短域名的这种域名的话 它就是比较好的 那是否便于用户输入呢 它也是否的 同样的道理 因为它的长度比较长的话 用户输入起来 它就比较不方便 那虽然说我们现在都是使用复制粘贴比较多 但是啊需要输入域名的场景还是比较多的 那最后一种的话就是品牌加产品词域名 这种的域名的话 它的联想度也是非常高的 那比如说google ads.com 20注册不下来 那我可以加一个toonclegoogle ads.com 这样能够注册下来 同时呢 它也有联想度 别人一听说toonclegoogle ads.com 他就知道这个域名 它一定是跟谷歌广告相关的 那么辨识度是不是高呢 它也很难高起来 因为这个域名的长度的话 很难让用户记住 但是如果是说toonclegoogle ads.com 这种的话有比较简单的英文单词组合起来的 那可能辨识度稍微高一些 但是相比于品牌词这种域名的话 它的辨识度还是要低很多 那么后期是否能拓展品类呢 它也是和产品关键词域名是类似的 你一旦确定了产品关键词在你的域名里的话 那你后面拓展品类就比较困难了 那域名是否很长呢 那肯定是的 是否便于用户输入 这个品牌加产品词的域名 它同样是不便于用户输入的 同时呢 因为再加上品牌名的话 它可能就比这个产品关键词域名还要长很多 所以的话这些域名类型的话 它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域名类型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综合的评分 满分五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 品牌词的域名的综合评分是最高的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品牌词的域名的话 除了联想度不够高 其余四项它都是优秀的 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后期也可以拓展品类 然后域名也可以比较短 然后也方便用户输入 那么产品关键词的域名 和这个品牌加产品词的域名 它就比较难一些 这个辨识度 和这个 后期能否拓展品类 域名是否很长 是否便有用户输入 这些都比较比较难 所以的话 大家就看自己的情况了 然后如果是你确定 你是这个品类了 你未来三年到五年 甚至更久 你都不会切换这个赛道的话 那么这个产品关键 产品关键词的域名 或者是品牌加产品词的域名 也是适合你的 就是的话你在选择这两种类型的域名的时候的话 就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辨识度 然后域名长短 方便用户输入这些点给它优化一下 这样的话你这个域名会好很多 就是要多花一些时间去找一找这种域名 然后的话常用的域名后对的话 就有这些 这个com域名 那大家都是最熟悉的 全球认知度也是最高的 那么首先就要去考虑这个com域名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再去选这个late域名 或者是org域名 其他的这种个性化域名的话 大家也可以尝试 就是需要谨慎的选择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其他几种域名的类型呢 那就是com域名 它注册不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尝试late或者是org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品牌词的域名 比如说就是touncle.com touncle.com 我注册不下来了 那我可以考虑这个touncle.net touncle.org 那是必须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才会去选择其他的这种域名后缀 因为大家如果不是做互联网的 那别人看了这种除了com之外的域名的话 他天然还是会有一定的抗拒 当然如果他是非常懂这个互联网的 他自己也前天在网上去流量各种网页 那他看的这种域名后缀比较多了 他就比较习惯或者是比较自然的会去信任你 那么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怎么去注册这个域名吧 那么我们在买东西之前的话就要进行一个货币三加 我们买域名呢也是一样的道理 首先是这个阿里云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也是20之前用的非常多的这个云服务器厂商 这个阿里云这个域名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首年是63人民币 比如是这个bottle.com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续费的价格75块 所以的话大家注册域名也好 或者是买服务器也好 或者是买其他这种互联网的产品也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他第二年这个费用 这个才是比较关键的 有很多这种厂商的话他搞活动 第一年他给你搞得很便宜 然后后面续费价格搞得很高 这种的话就让我们很被动了 因为这个域名一旦我们注册了的话 老是去迁移他也是比较麻烦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go daddy这个域名厂商 他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他第一年的话是59人民币 但是第二年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费用他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年的话126块1毛7每年 这样进行一个续费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bluehost 这个也是比较老牌的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问题 第一年的话他这12块9毛9 这个注册是12块9毛9 但是renew也就是我们续费的话 他就是18块9毛9 所以的话很多厂商的话 它是注册和续费它是两码式的 所以大家要认清楚这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lame sino 这个的话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这个价格 他第一年的话 他第一年的话是9块9毛5美金 然后我们再点这个renew renew的话 他也是9块9毛5美金 所以的话 二叔给大家货比了四家 最后选择后面的话 就以这个lamesino这个平台开始 去讲这个域名 以及后面的解析 从怎么去购买到后面的去给这个域名加速 那些都从这个平台开始 同时呢 这几个这四个平台的话 都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的这种域名平台 所以的话给大家分享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lamesino 显然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因为它的注册和renew 也就是续费 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的话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重头的一个工具 那么就是这个域名生成器 从这里使用工具 这里来到二师的个人网站 然后点这个域名生成器 就来到了这里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就可以 试一试一些新的功能了 比如说我们输入这个water bottle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它会给大家很多建议 比如说这个waterbottlesupplier.com 然后这里它就可以马上点过去 那么为什么二叔要专门开发这个小的 这个域名平台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点过去 点过去了以后的话 这里的话 它就来到lamesino这个平台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里购买了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 二叔这个域名生成的这个功能的话 要比他们这些域名平台的要强大一些 第二个原因的话 二叔后面的话 看大家的反馈 如果是这个lamesino 它后面的服务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它跟不上了 二叔可以切换这个后台的原代码 就可以直接切换到 比如说bluehost godaddy或者是阿里云这边去 因为互联网产品的话 它就是不断的去变化的 今天二叔给大家分享这个lamesino 是最佳的选择 那可能后面的话 可能这个lamesino 希望不要是真的啊 希望它一直是这个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 域名平台 但是万一变了的话 那么二叔的话就可以直接在我的后台里把这个链接给它切换掉 这样的话 大家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好吧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功能 那我们输入这个产品关键词以后 这里的话 它就会给大家很多建议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边的话就直接点过去了 点过去 就在这边的话就可以直接就进行一个购买操作了 那么这边的话 二叔就给大家演示一个真正的这个购买流程啊 二叔正打算注册一个to elements这样的一个域名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域名能不能注册 啊 显然这个 这个域名注册不了了 因为它这边的话 已经给出了建议的其他的域名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 啊 很遗憾 这个域名被别人注册了 啊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适合的 很想这些都不是二叔想要的 那么还是老方法 那to uncle elements是可以注册的 但这样的话就会显得很长了 那么加一个符号 同样的也是被注册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XYZ啊 这些域名的话 它是非常便宜的 大家如果是想要做一个测试类的项目的的话 啊 其实用这种XYZ啊 info啊 这些啊 它是比较适合的 这个to object啊 倒是很不错 那我们就点这个to object 这个它就是可以购买的 那我们就添加到购物车了 点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添加到这个购物车以后啊 现在就可以checkout了 这个时候就是开始登录了 这个时候就是开始登录了 因为这个账号的话 二叔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它来到了这个登录界面 如果是你的没有这个账号的话 你就按照它的流程去创建一个就行了 然后这里的话啊 有优惠欠的话就可以使用 然后我们就到下一步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支付的方式啊 大家选用自己适合的方式就可以了啊 这里还有一个支付宝 然后还有PayPal啊 那么二叔这里就选支付宝吧 然后 然后到这里就可以直接支付了 那么二叔在支付宝上啊 已经少嘛 已经支付了啊 但是它这个界面还是没有变化啊 可能是啊 因为这个Namecino啊 这中国市场可能它才打开美酒啊 所以出现了bug 但是大家不用惊慌啊 因为二叔在支付完成以后啊 支付宝显示成功了 那我们就回到了这个Namecino这个后台啊 大家看了这个界面的话 它有很多内容 大家也不用惊慌 然后我们就点这个 Domain Manager啊 看这个域名管理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oobjects.com 已经被二叔已经注册了 啊 所以的话 这边的话啊 它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界面的话啊 大家就可以关掉了 那么在刚才那一步选择支付方式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使用啊 熟悉自己啊 自己熟悉的这个啊 支付方式 像PayPal 信用卡啊 那些也是可以的 好吧 那我们这几课就先在这里